各位早晨 聽到聽到 各位早晨 大家好 政府推出一個專營權迪士計劃 業界非常不滿 政府對政不對弱 其實業界很多的情況都是做得到的 我們有很多方案 但是很可惜政府被採用 而且是漠視我們的意見 我們今天走出來 我們和全體的市民交代一聲 我們是有心做好的士服務行業 主要是要政府配合 政府要支持我們 從來政府未發出一句聲 支持我們的士服務行業的改革 我們做了很多的工作 例如車鏡 我們禮貌運動 職業培訓計劃 政府從來沒有拍一聲 一刻上升 對我們的支持 對我們的鼓勵 一點都沒有 所以今天我們和大家說一聲 我們是反對這個專營權方案 希望各位市民明白到 也都諒解我們的行為 我們對各位市民的不變 是無可避免的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明白 令政府明白到我們的需求 現在我們請陳議員和郭議員 和我們講幾句話 好啊 各位的士業界的朋友 好 待會在我們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就會討論個人點對點的交通 即是的士服務 我這段時間聽到業界很多的聲音 其實大家都是一條心 希望市民得到優質的的士服務 無論現在現行的的士也好 無論政府提出的一些方案也好 其實心都是希望做好它 不過就用了不同的方法 而我們認為 現在一萬八千的的士在市面上行走 做好它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就不要對錯焦點 將整個焦點 就轉移去那六百架的優質的士 我們覺得政府應該推出多些的措施 協助現在一萬八千的的士 去做好它們的服務 這個才能夠令到整體市民受惠的 所以我們希望政府將它優質的士的方案 暫且是放下 推出一些比較有效的服務 令到現在的的士是做得好些 最近我留意到有幾位議員 他都提出了六項的方案 我覺得那些方案都是相當之好的 包括呢 是希望政府是採取另一種的監管機制 去令到的士司機是可以做好些 包括在車上面安裝車cam 評分制等等的方法 這些我亦都覺得是適合的 為甚麼業界這段時間 這麼積極去推動 但是反而政府呢 就翹上手 看一下怎樣呢 所以我們希望呢 政府是重新走出來 和業界溝通 做好現在的工作 我相信做好現在的工作 將來呢 政府有任何其他措施想推出呢 大家那個反對聲音就沒有那麼大 所以呢 希望政府是想清想楚 不要呢 令到業界呢 是火氣重重 多謝各位 多謝 多謝議員 請兩位議員掌聲 各位的士界的從業員 大家好 那就很多謝大家今天來到這裡 再一次呢 我們反應你的聲音 那麼呢 你們呢 你們的聲音呢 這段時間我們都聽得很清楚 無論政府想著怎樣去改革的士都好 其實首要的任務呢 就一定是要保障到 一萬八千輛的士 現時從業員的生計 那麼其實呢 香港市民和的士從業員呢 大家都是很想去改善 香港的那個的士的發展的 那麼呢 但是政府有時候呢 就自己想想 就是想了一邊 閉門造居 就未必呢 可以對政策約 那麼今次呢 政府也提出到 一些業界不能接受的方案 那麼呢 這些聲音呢 我們民建聯的議員都聽到 我們民建聯的議員呢 一定會在議館裏面呢 為大家發聲 反映大家的聲音 希望呢 可以和政府再坐下 討論不同的方案 看看哪種方案呢 才是真是可以幫助到業界 也都可以令到香港 整個的士的行業呢 的服務可以提升的 那麼呢 我們覺得政府不需要急於一時 去成立一些 大家都不能接受的一些方法 所以呢 我們也都支持呢 暫緩 就是不要說那六百架主 先說了怎樣改善我們現在 現時的的士更好了 那麼呢 今天呢 陳恒斌議員呢 和我們其他的議員都一齊 我相信其他很多建制派的議員呢 都一樣會為大家發聲的 那麼呢 大家放心 我們會繼續為大家爭取 我們會繼續為大家爭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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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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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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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iner